此人正是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的一生短暂而充满传奇 他在边疆只受过一点初级教育 担任公职的经验也很少 然而 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意识 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更多坚坛请在右上角关注我的头条号新兴国际 欢迎留言点评点赞 1865年4月14日晚10时15分 就在南北战争后第五天 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被枪杀 徒威引领林肯葬礼车 24个火车头之一的俄亥俄州的火车头 1865年4月19日的早晨 林肯的棺材从华盛顿中央仓库中被运出 列车搭车住这位遇刺总统 驶入与他的生平世纪息息相关的路线 16匹由黑人驾驭驻的白马 拉住灵车走向百老汇 穿住白衣送葬的伤心的女人们 50万群众互相拥挤撕扯 想参观长长的游行队伍 成千上万台队等候的送葬者们 现场有几百名女性晕倒 维持秩序的士兵也累倒了很多 1809年2月12日 林肯出生于肯塔基州一个贫苦的家庭 他自己时常说 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 在一场政治集会上 林肯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 从此走上了维护美国 不分人种 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 而奋斗一生的道路 N 一生致力于废除奴隶制 维护国家统一 解放为奴的黑人 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当今的黑人总统奥巴马 也不会有现在的世界第一强国 N 2006年 亚伯拉罕林肯被美国的权威期刊 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一名 英国《泰晤士报》2008年 对43位美国总统进行最伟大总统排名 亚伯拉罕林肯列为第一 本地那里是数月的 muchas粉丝 比刊评为